百革核心州的观众好 欢迎收看7月1号的百革大事迹 我是维敏 旅游艺术级文化部长张庆幸被指擅闯机场移民局 营救中国女子世界闹得沸沸扬扬 她在事后出示证件证明自己没有擅闯 并且揭露移民局官员如豺狼般向游客勒索1.8万令吉 如今她更直接点名内政部长塞福丁要对方正视这个问题 已杜绝吉隆坡国际机场移民局存在已久的贪污文化 张庆幸在接受新海峡时直言自己已经说够了 她透露自己早前也曾经接获多宗 发生在KIA的贿赂投报 并且已经多次向移民局反映要他们不要再这样做了 但官员依旧是置落网文 因此为了维护国家形象 她促请塞福丁领导的内政部对此采取措施 同时呼吁反贪会介入调查 而塞福丁今天只是表示还在等待事件完整报告 至于反贪会主席阿战巴基则是承诺 将针对张庆幸所提出的贪腐指控展开调查 并且呼吁公众不要揣测或者是宣揽事件 另外中国驻马大使馆也正在厘清案情 强调会高度重视 并且全力保障在马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接下来这一起事件同样发生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一名中国女子在社媒声称自己被人假借 借钱支付增加托运行李费用的幌子 在机场被骗走4500令吉 事件掀起了网民以及大马警方的关注 而受害者还不只是她一个人而已 今天雪作总警长胡申证实 警方迄今已经接获三宗类似案件 分别发生在5月6月2号和28号 受害者都是中国籍 都是蒙受数千令吉损失 其中一人被骗走了6000令吉 目前警方已经迅速逮捕一名年龄 介于超过20岁没有工作的本地女嫌犯 调查报告目前也已经完成 近日将成交给副检察司定夺下一步行动 戈达巴鲁一名华裔女子在店内因为穿着短裤 结果遭到市议会执法人员开罚 对此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尼可敏今天直言 这起事件不应该发生 而且也已经告一段落了 因为她已经向地方政府局总监发出指示 对方接着要求戈达巴鲁市议会主席取消罚单 并且获得对方的同意 但是令尼可敏感到遗憾的是 当事人受到一些人的误导而自我矮化 缴付了罚款 她担心这样的情况将使到极端分子得寸进尺 首相安华驳斥原任击打州务大臣沙努西指控 否认联邦政府在拨款和发展方面 欺压吉州政府包括居邻国际机场计划的课题 她也暗讽沙努西 如果要当领导人就要比别人勤奋一点多学一点 直言建机场不是简单的事触及国家安全课题 对此沙努西不甘示弱发文反击 调侃安华不懂装懂只听单方面的说辞 不愿意听取州政府和航空城计划单位的汇报 所以已经筹备9年的击打航空城计划 搁置至今 最大问题源自于首相 沙努西也转载了一则介绍击打航空城计划的视频 并且也遇到希望尊敬的首相可以抱持开放的心态 看完这段介绍 周选号角正式响起针对西蒙和国阵一起分配的进展 副首相兼国阵主席阿摩扎西今天到登加楼州干嘛晚出席活动之后 对记者指出 根据双方目前所赢议席来看的话 分配比例为国阵45% 西蒙为55% 而他和首相安华将会在下个星期 对议席分配做最后的讨论和最终的定夺 国阵预计上阵超过100个州席位 每个成员党都有代表上阵 但是阿摩扎西不愿意透露 国阵成员党上阵的比例到底是多少 另外他在活动上致辞时也促请登加楼州选民 不要再被一党的政治轨迹所欺骗 应该有智慧的投下手中一票 让国阵重新夺回登州政权 为登州带来更好的发展 他认为由于击打以及登加楼州属于摇摆州 因此要从一党手中夺回登州政权 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接着来快速带你浏览其他重点新闻 下当部寄出多项建议 包括电动车车牌 可能从明年起一律以EV开头 同时增设电子车牌功能 以更好区分电动车和普通车 另外当局也建议调低电动车的路税 天然资源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 涅纳兹米指出 我国在减少森林损失成就显著 2022年的原始森林损失率下降了57% 在减少森林损失的十大国家中排名第四 至于大马森林覆盖面积为1805万公顷 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4.58% 一名华裔青年在北海双西浮游一所百年清真寺前 高喊降低祈祷宣礼的音量引起了不满 宾州伊斯兰党将会在今天晚上9点到北海八眼警察局报案 要求警方采取行动 那么今天的百革大事期到此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